姐妹们,期待了这么久,终于见到她了吗? 比亚迪丹林平,她的第一款SUA车型,比亚迪元plus,话不多说,赶紧上车看看吧。 其实,这辆车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她的内饰。 大家来看一下,她集成了非常非常多一些健身房里面,健身器材的元素。 你看,她这个音响呢,就有点像那个哑铃的感觉。 然后,这个排档呢,就是我们练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 我不知道那个器材叫什么,练背拉的那个拉手。 然后,这边呢,是跑步机的那个跑道。 然后,这里的音响和门把手,以及凤围灯还集成在一起。 就是说,她这个凤围灯在周围的车,距离我们车特别近的时候, 它还会变成警告的红色,提醒我们注意安全。 然后,下面这个比较大的门的扶手啊,就是, 或者有一点点那种大扳手。 所以下面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和音响连接在一起的一个琴弦。 那我觉得她这个设计就很有意思啊,有点点像一个小小的琵琶, 或者说一个小小的吉他的那种感觉。 三弦琴吧,我来说。 听说她是能弹出声音的,给你看一下。 好。 好了,现在我把车开起来了。 跟大家讲一下,我作为一个女孩子, 然后开着这辆小小的SUV,是什么样的感受? 她究竟好不好驾驭呢? 其实首先从方向盘来讲。 它的方向盘其实我觉得并不小圆圆的,而且还挺可爱的。 握感很实在,就会觉得握着这样的方向盘很有安全感。 然后开的时候,它的油门让我的感受就是觉得它是有一点点轻的。 就是在初段的时候我踩下去,它是非常柔和的。 有一点那种线性的感觉。 因为到了后段的时候,就它加速,你看。 对,加速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快的,对吧。 然后刹车也是同样在初段的时候是比较柔和的。 然后到后面,你看,我来试一下它的刹车。 初段那个,但是我如果,你看,其实如果我真的想把它刹停的话, 它的反应绝对是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距离能够掌握我的刹车距离。 刚拿这辆车的时候,我听说这辆车有2米72的轴距。 那接下来呢,我就做到后拍给大家看一下这辆车的空间表现是怎么样的。 说到车内的空间,其实我一直觉得电动车的车内空间都还是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 按照我这个身材,前面已经是我的坐姿了。 你看我的全部空间大概有一米一样。 一拳,两拳,三拳,三拳。 三拳,其实我觉得2米72的轴距,这样的一个后拍空间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因为又是电车,你看一下,它脚下没有地台,是完全纯平的。 所以我们坐在中间位置,跟坐在边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主要就是可能后面因为有个扶手箱,稍微的有点硬了。 然后接下来我就带大家看一下后备箱。 怎么样,这个后备箱空间。 其实要说它的后备箱的深度有多深。 其实,你看,也没有说特别的深。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往里面的这个镜深,我倒是觉得还不错。 你硬说它能装多少行李吧? 我觉得这么放的话,可能也就是两个20寸左右的行李箱。 但是行李箱上面还是可以放那些东西的。 所以下面嘛,我来看看它有什么。 哇,下面其实是有储物格的。 我们可以放很多东西,而且可以把它分开来放的。 刚刚有跟大家说到,这款车非常的值得女孩子。 它,除了我以上说的,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有一个离线泊车。 但是我刚刚本来是想试一下的,我发现我们场地里面居然没有停车位啊。 所以下次我们拿到一个深度试驾车的时候,再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测评吧。 今天就先到这里,如果说你手握15万左右的预算,你会选它吗? 关于这辆车,你们还有哪些想不到的? 不要去弹幕走一波,我们拿到试驾车之后,再给大家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